我們要講這個背法的定理 就是說任何一個指數 什麼都可以留兩個整座平方的 充分必要條件是 他基指數的時候就是他除了自己 可以嗎? 昨天應該有跟大家預告過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的準備差這麼多了 只差一點點 實際上呢 不但可以證明這樣 就是如果P除 我們有說過嗎? 可以寫成平方盒的話 除了一定要有余儀 兩個平方盒的話 好 那趕過來 為什麼除了余儀就可以寫兩個平方盒 這是我們要說明的 不只這樣 你還可以說明 你還可以說明呢 把P表示成平方盒的方法 基本上只有一種 當然不會只有一種 如果他可以寫成 A平方加B平方盒 那你把A換成負A也可以 對不對? 把B換成負B也可以 或是同時都換成負的也可以 好 所以如果你有一種AB 那我先問一個問題 把P寫成A平方加B平方的時候 請問A跟B可以一樣嗎? 不行 不行嘛 不然就會有火速了 對吧? 如果A跟B一樣 A方加B方就是兩倍的成功 好 然後我P是一個基值數 所以當我這樣寫 寫平方盒的時候 那個A跟B一定是不一樣的 那只要不一樣的話 我可以把它做什麼操作? 我可以把它一個加負號 或兩個加負號 這樣都有四種可能 對不對? 還可以把AB互換 然後再加成負號 都有四種可能 所以你至少知道 只要P可以寫成整數的平方盒的話 它如果有一種寫法 它就會有八種寫法 所以這八種基本上是同一種做出來 可以嗎? 那你可以問一個問題 如果我把P寫成平方盒以後 除了這八個圖案 有別種寫法嗎? 會不會只有一種寫法? 答案就是是只有一種寫法 那我要試著把這兩件事情都講給大家聽 就是說假設B除以四字比一的話 那麼它可以寫成整數的平方盒 而且基本上這個寫法只有一種 所謂一種就是把剛才那八種視為同一個 可以嗎? 好 不過在講那個之前 我想要講一些別的詢題 所以你要先記得幾件事情 我們早上是有講這個the genre syndrome 對不對? 這兩樣的圖號 那我們說過當A是-1的時候 我會完全知道什麼時候 是一平方盒給-1寫解的 我P 什麼時候會有解呢? P除4要於1的時候會有解 不然就沒解了 我們現在的情況就是假設P除4比1 但是我可以找到一個這個解 就已經有了 好 先講一些別的東西 這個定理當然是給罵正理的 但代碼是17世紀的人 17世紀的人 他在證理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用一些比較純粹的 粗等的方法 用素論的方法來做 那後來呢 有人找到了別的方法 這是目前已經有N種方法了 這個定理有很多種方法 那我會介紹其中一種 我在介紹這個之前要介紹一個別的定理 首先先介紹一個概念 叫做Leges Leges 呃 不是教你猜 這個中文叫做科學 叫科學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不要講太複雜的Leges 我講簡單一點的Leges 我們現在考慮的情況呢 寫個定義好了 這個 假設呢 B1 B2 是在裡面上好了 那你標準的話 你可以把它推廣到N尾空間 我現在在R2裡面用兩個項量 這個2就是這個2 好 假設呢 這兩個項量呢 它們不是平行的 好 不是平行的項量 當然這個意思就是說 它們都是非零的 你就看平行是什麼意思 平行就是其中一個人是另外一個人的倍數 這叫平行 好不好 所以我已經平除掉等於零的情況了 好 所以我有兩個項量 它們非平行 沒有人是零項量 那麼我們說 我考慮下面這個集合 這個集合呢 就是 我怎麼要算B1 B2呢 像U跟B2 好像好一點 有兩個 我考慮AU加B2 我考慮所有想中的樣子的東西 那線性組合 對不對 線性組合 就幾倍的U加幾倍的B嗎 但是我們特別只考慮 A跟B是整處的情況 這個東西呢 這個子集就稱作 the legacy 這個格子點系統 這個格子 Generate by U and B 可以嗎 用兩個項量生成的格子 好 就是這個子集 所以換句話說 零在這裡 那假設我有一個U U可能是這個項量 這個叫U 那這個叫B 你就想的是這個點 這兩個點 那我把這兩個點去做整數的線性組合 畫出來的那些點就叫做格子 由它們生成的格子 那那個格子看起來怎麼樣 你就開始整數組合嘛 所以U的若干貝是什麼 就是一直延伸出去 然後每走一段就會有一個 有的就是2U 然後這是3U 對不對 那也有負的 好 也有負的 這是負U 負2U 你要有問題嗎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沒有 好 好 這邊呢有B 然後有2B 對不對 那這裡有負B 負2B等等 那還有它們的組合 所以組合出來的結果大概就是這個 把這個平行四邊起的頂點 就繼續平移下去 對不對 這些點 好 我現在圈起來這些點 就是落在這個格子裡面的點 可以嗎 還有很多 好 這邊也還有我圖畫完了 所以圈起來這些點就是這個集合 可以嗎 就是這個集合 這些點就叫做 由一開始的U跟V生成的格子 好啦 邊補個 不管 就是補子乾那些點 好 那麼先來問大家 同一組格子 就這堆點 我可不可以 可不可能是被另外兩個向量生成的 好 比方說你會舉個一句個牌 負V負U 負V負U也可以 就是它們兩個生成 對不對 加出來也是一樣的東西 用所有的成分組合 還可以用什麼 比方說 可以用 你可以用U加V L V一起 是不是可以生成全部的 對不對 因為它跟它也可以生成U嘛 所以它跟U生成的東西都可以用他們兩個進程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生成的那兩個東西不是唯一的 但是問題是格子 重點是這個格子你選出來的點 是不是同樣 是的話就OK 那當然你可以更精細地去討論什麼樣的兩個向量 格子裡面的哪兩個向量可以生成他們 這個以後有機會再講 或是你們現在應該在這裡面可能會選 好 這叫格子 這可以接受嗎 那麼來問大家一下 這個格子在加法之下是不是一個子群嗎? 因為平面是加法的一個群嘛 對不對 平面用加法是一個群 那格子是一個子群 所以你要先確定裡面的元素加碗 是不是還掉到格子裡面嗎? 是嗎? 那單位元素就是0嘛 然後有沒有反元素就加frout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子群 好不好 好 這邊記得 好 有格子之後呢 我們給一個數 這個面積啊 這個由U跟V生成的平靈四面積的面積 好 這個面積 我們就把它稱作 基本面積 基本格子的面積 我給它一個符號好了 這個符號不是正式的 我用一個三角形 為什麼用三角形 那是平日這邊寫 我就把它叫做這樣 不好意思 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說這個大小就叫做基本格子的大小 好不好 我就不寫下來囉 這個叫做基本大小 格子 那當然會有一個小問題 如果我一開始這個格子 不是用U跟V兩個生 我不是拿他們兩個 我是用另外兩個平址 用U加V跟V來生成 那我畫出來的面積面積就不是這個嘛 對不對 如果我是拿這個跟它 我畫出來的面積面積應該是這個才對 那面積是一樣 不是 當然你需要想一想為什麼面積是不一樣 可以嗎? 但是應該不難說服自己面積好像是一樣的 對不對? 我就不做給你看了 當然這需要一點點的功夫 但是也沒有很難 好了 可以我就想一想 就是如果這個格子就在這個點 新邏輯部的點給你之後 假設你從裡面挑兩個元素 它是可以生成整個格子的 那不管你挑的是這兩個元素 或是另外兩個元素 它畫出來的零音四連擊 基本上會有同樣大小的面積 好嗎? 好 那你回去想一想為什麼 我就不做給你看 好 它也沒有那麼簡單 但需要就稍微寫一下應該就可以了 好 現在呢 我們要講 這第一個概念的幾個字 第二個概念 剛才我們已經有了 凸集合的概念對不對? 凸集合就裡面裡面一個子集合 什麼叫做是凸的? 凸的定義是什麼? 兩點的連線段在跳裡面對不對? 這是凸的定義 那我們再講一個定義 這個定義他也不用寫下來啦 好 所以在平面上有一個集合 我們說它對原點是對稱的 意思是什麼? 如果有一個點在裡面 它加負號也要在裡面 可以嗎? 這樣我們就說這個集合對原點是對稱的 比如說以原點為中心的球 或是正方形都可以 好 那最後 好 來講個定義 先講一個小小的定義叫做 你怎麼還沒有說啊? 比你還沒說 我自己不喜歡 這樣不一樣 這樣不一樣 現在如果 加點會是很像 加點會是哪一種 這個是這樣 那貨字和一個賣力 貨字表現 貨字表現 可以結 等我一下 或是表示 要黃的課程 修复 算了 算了 比利尼 爾 terror norm 比利尼 比利尼 Oh Oh 好多 有點像 好吧 好吧 敘述就是這樣子 敘述說呢 假設有一個集合 這個集合是隨便的一個集合 在裡面這樣 當然我這個地方 這個寫法不是那麼好 因為這個集合不是那麼隨便 這個集合必須要有辦法去打 我對它的面積 那你就先想成它是一個還不錯的集合 這個集合呢 假設 如果說它的面前也不像 然後這裡有一個格子 這個還有一個格子 浪檔是一個lidus 好不好 浪檔是 這是一個lidus 應該是一個lidus 好 如果我把這個lidus叫lidus 好不好 我把這個叫lidus 的話 那我這個地方就會寫這個lidus 好不好 lidus 這個格子的基準面積 如果說這個面積的大小 它大於等於 都大於好了啦 大於 大於基本格子的大小 大於這個格子系統的基本格子的大小 那你 我就可以在這個圖形裡面找兩個點 存在兩個點 叫做xn y 不要說xn y 叫做 不要不要不要xn y 好 現在 使得呢 x-y這個項量 會掉在爛檔裡面 可以嗎 那我來解釋一下它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我平面上已經畫好一個格子了 這些點就是爛檔 平面的點 可以嗎 爛檔裡面的點 撐起來就是爛檔裡面的點 好 那我有一個集合 這個集合長的形狀不知道怎麼樣 不知道 叫做s 好 叫做s 那它的條件是 如果這個s的面積 面積的大小超過一個格子 一個基本格子的大小 我就可以在這塊集合裡面找兩個點 那兩個點呢 你把連線做出來的向量 它就會是其中一個格子 可以嗎 敘述清楚嗎 你先問解釋為什麼是對的 敘述有沒有解釋清楚 再來講一次 裡面上已經要畫好一個格子系統 可以嗎 那我說如果有一個集合 你可以算它的面積 假設嗎 而且我假設它的面積 這個集合的面積 超過了基本格子的面積 就超過 比如說超過 就超過這個大小 超過這個大小 那麼在這個集合裡面 就可以找到其中兩點 它們的連線做出來的這個向量 你把這個向量的起點 平移到原點以後 它的末端點要掉在圈起來那些點上 那是其中一個圈起來的 可以嗎 存在一個這種東西 就是我已經可以在這個集合裡面 找某兩點 它連線的那個箭頭 等我把它提移到 比如說原點在這裡好了 那個末端點可能是在這個圈起來 某一個 不知道是哪一個 但是一定有 可以嗎 敘述有沒有聽懂 全部敘述有沒有聽懂 有沒有覺得還聽不太懂的 那就出教要出教嗎 敘述有聽懂嗎 好 出教已經繞一繞好了 沒聽懂的話就問一下出教 出教應該知道我剛才講的意思 有時候說我剛才講不清楚 沒有啦 只是兩個點 其實它都享用 所以我剛才有一個原點跟格紙點 我只是想說 或者是想在那邊 對 這一點 她很兇 我應該是你 以後 好 據述清楚嗎? 或者你可以換個想法 換個想法 我一定可以把這個形狀S 透過某一個圈圈這種向量 平移 平移完以後 還跟原本有交集 可以嗎 這兩圈的事情是一樣的 可以嗎 有時候可以說適當的比例嗎 因為適當的比例還要知道兩台的位置 所謂適當的比例就是你要用的比例的箭頭 一定要是我剛才圈圈畫出來這種講的 適當的比例可以讓它壓到兩個設計就對了 壓到兩個設計就對了 是的 所以說適當的比例 你可以把這集的比例到它可以壓到兩個設計 好 這個這樣好 這樣可以理解嗎 迅速可以理解嗎 就是說只要它的面積夠大 面積體基本更是大 那我就以中以下已經可以讓它的東西壓到兩個格子 這可以就知道嗎 可以 好 那為什麼是對的 那我們就開始想了為什麼是對的嘛 對不對 它的做法是這樣 那做法就是說 好 我們就先看一個格子好了 我現在應該這個集合啊 它跟每一個格子 因為我這個格子系統畫出來之後 它會有好多格子啊 對不對 我就看看這個集合S 它跟每一個格子的交集 這個格子就會把這個S 隨時萬段 有限多塊 對不對 切成好幾塊 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那每一塊啊 大家要全部都平移回紅一塊裡面 可以嗎 比如說我把這塊紅色的部分 跟這個藍色的部分 這個藍色的部分 還有這個紅色的部分 還有這個藍色的部分 跟這個紅色的部分 哇哇哇哇哇 這裡有五塊 這裡有五塊東西 我把這五塊東西都平移到這個格子裡面 因為它每一塊都是落在一個格子裡面 就把它平移過去 可是這麼多塊 它們總面積超過一個格子的面積 對不對 所以一定會有兩塊碰在一起對不對 如果大家都不碰到的話 它面積全部加起來不會超過一個格子的面積 對不對 所以另外我兩塊平移回來的時候 各焦點對不對 那個焦點 平移回來到兩塊裡面原本的點 它們相差就會是一個格子 或是說它們相差就會是一個格子向亮 對不對 那能說吧 當然是啊 再一次 好好好 再一次 再一次 好 寫了 寫了 很好 這個東西 好啦 我反正它叫做 P好了 我就是寫了一個形式畫的證明 P是什麼樣子 P就是AU加EB 然後A跟B呢 它是要介在 它們都是屬於一個 好不好 這個叫做基本的 最基本的格子 它就是用B跟B這兩個項量 做出來的一支練習 可以嗎 那麼現在呢 整個裡面 可以寫成一堆這種東西的連結 什麼連結呢 就是把這個P 用所有的格子向亮做比例 叫做W好了 加P W是這個格子 可以嗎 就是把基本的格子 用W比P 用所有格子裡面的向亮比例 那當然就可以把整個裡面貼滿了 這句話 這個符號就是把一開始的這個P 這個P啊 是不是0 這個P我就把它P 全部把P跟蓋合理 對不對 好 現在呢 S S就是我這個結合 它是不是可以寫成 它跟裡面每個人的交集嘛 對不對 然後再連幾嘛 可以嗎 就是我現在寫的這個紅色的 藍色的 紅色的 藍色的 就沒壞了 那當然這堆大部分裡面都是空級的 因為很多塊都不會碰到它 假設 當然 不見得要做個假設 我們先假裝是這樣 好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這些塊 全部都移回原本的P裡面 可以嗎? 全部移回原本的P裡面 那我們剛才的講法是不是說 一定會有兩塊重疊 對吧? 有兩塊重疊的意思是說什麼? 是說 存在 當你把它移回去的時候 移回去是什麼? S 交集 W 加P 你要移回去就是要把它減P嘛 要減W 對不對? 現在這邊有一個方向的面積來看一下 因為呢 S 的面積呢 大於 基本格子的大小也是一個方向的 所以我一定可以找得到 W 跟 W' 它們兩個是不相等的 而且都是格子裡面的人數 使得呢 我把 S 交集 W 加P 先平移回去 先平移回去 它跟 S 交集 W 加P 然後再平移回去 所以這個是沒空的嗎? 好 存在這個 還有一個 它還有一個點 叫做 Q E W Q 好了 但是 Q 是裡面的 好不好 在這裡面 然後去 好 那我們就想 Q 在這裡面是什麼意思? Q 在第一個人裡面表示說 Q 加了 W 會掉在這個集合裡面 對吧? 那 Q 在後面這個集合裡面表示 Q 加 W' 會掉在這個集合裡面 所以 Q 加 W 會掉在 S 回頭 對不對? 那 Q 加 W' 是不是也會掉在 S 回頭? 我在 S 裡面是不是找到兩個點 對吧? 那兩個點相差是不是一個格子降量? 是嘛 所以這個點就叫 A 點好了 這點到 B 點好了 那 B 減 A 不就是 W' 減 W 嗎? 那當然是在格子裡面嘛 對不對? 或者你可以講 我把 S 用 Q 平移 平移完之後就可以涵蓋兩個格子降量 所以它就跟 W 一樣的意思 可以嗎? 所以這是某一種格隆原理 好 可以嗎? 好不好 那 敘述至少聽得懂吧 敘述就是說 反正這個集合只要夠大 大到它的面積裡一格格子大 那裡面就可以找到兩個點 那兩個點可以平移到兩個格子點 就這個意思 可以嗎? 敘述應該可以懂嗎? 好 這不用敲了啦 你不去就自己把它寫一次 就可以推出來了 好 接下來呢 我要利用這個小定理來推另外一個定理 這個定理是 Minkowski 它第一個發現的 好 這個定理跟它的敘述非常像 多了一點條件 假設 C 在平面上 它是一個 context set 然後呢 Lambda 在平面上 它是一個核子 好 那我們為了方便 我們假設這個數字的方便 就是必要的 我們假設它是一個對稱的 Symmetry with respect to 0 這對原點是對稱的固域 它是一個對原點對稱的固域 可以嗎? 固域了 好 那麼 如果 它的面積 超過了 4倍的 基本格子大小 那麼 C呢 跟這個格子交集 我剛才說存在一個 W 它不等於0 但是是在 C 跟格子的交集 可以嗎? 那我來敘述一下 我剛才是用古號舉例講的 但我把它幾何的意思講出來 好 所以換句話說 一樣的 我又有一個格子系統 原點格子系統 然後原點在這裡 好 這個格子系統就是浪打 我畫起來圈圈的這些元素 就是格子向量 從原點連過去的向量叫格子向量 就是浪打裡面的元素 它還有很多 那C是什麼呢? C是一個中心對稱的固域 所以是以原點為中心的對稱固域 所以它大概是一個畫起來像 不知道怎麼畫比較好 好 畫得太好 沒有問題 你知道一個凸的 包含圓點的集合 那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個凸極 中心對稱的凸極 好不好 假設它非空 請問你 它裡面會不會有圓點? 會 為什麼? 因為它對稱 因為你有任何一個點 就對稱點在裡面 那中點當然在裡面 就是連線的 對不對 那它的重點是在這裡 它重點是說 你開始想像 它既然要有圓點 所以它至少有圓點這個格子點 你可以問這個凸極呢 它可不可以閃掉其他的格子點 完全不包含其他格子點 可不可能 那當然如果你沒有假設面積的話 你用這個凸極小小的 就這麼小一個圓圈 圓圈 那當然可以閃掉 只有圓點而已 閃掉其他格子點 那你擔心說 我如果讓這個凸極太矮一點 它可能可以閃掉格子點 那如果你不要求凸的話 就是你很隨便的圖形 你應該可以想像 我可能有一個圖形 可以閃掉所有的格子點 比如說這個圖形可能瘦瘦 它可能很瘦 很細長 但是就是都不會碰到其他格子點 可以閃掉 好 那這個地理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求是凸極 那就不行 你的體積只要大到某程度 就會碰到別的格子點 因為別的圖形 你不一定體積夠大 就會碰到格子點 它可能可以玩得繞去的 體積可以很大 對不對 但是我要求它凸 就不可以熬進去 要凸的話 就不會發生這個現象 可以嗎 敘述是這樣 敘述清楚嗎 就只要中心對象的圖極夠大 大到多大 比格子 基本格子的大小的四倍大 它裡面除了圓點之外 就至少會有一個別的格子點 那當然你有一個別的格子點 就會有兩個 因為它的對象點也很貴 對不對 但重點是有圓點以外的格子點 可以嗎 虛速清楚嗎 好 那我們也來證明一下 好不好 很快速地證明一下 證明的方法是這樣 給大家做個小練習好了 好不好 做小練習 這個練習是 你可以從BlickL這種查到長這個樣子 好 這個定理去推出它來 它推的方式是這樣的 我把Dinkowski定理裡面這個凸極 對圓點縮小一半 長度都變一半 我把它裡面每個向量都縮一半 得到一個小一點的凸極 也是中心對象好 可以嗎 我對這個小一點的凸極去用前面這個定理 我會找到裡面有兩個點 它的差距是一個格子 向量 你利用這個出發 我會證明它原本的凸極裡面 會有一個原點以外的格子點 從這件事情出發去想 可以嗎 來大家試試看 好不好 就是我的提示是我要證明這個定理 然後你在BlickField裡面 假設S就是2分之C 就是把C裡面所有的元素都縮一半 然後你對這個來用 那因為C的面積是比四倍格之大嘛 對不對 所以當你說一半之後 面積就比一倍格之大 面積嘛 長度變一半 那面積就變十分之一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定理 好 那你想一下你用那個定理 怎麼推出這個結果 好不好 來 動手做做看 然後我們是有對稱凸極 不但是凸極 不但是凸極 要用到這件事 為什麼 如果有時 如果有時會說數學的話 為什麼會是那些人會做得到 但是要看見他可以換起來 只要是聽幾個 不要只想看這些 談談不發 有些人這樣講 如果他有最前的 他會有最前的 他會有最前的 可以這樣上去的時候 他會知道 法治業的行程 如果我們可能會有 他會有最前的 所以他要有一點對抄 老師好不要生氣 我會想不想 除了他三三一 好 好 好 謝謝 我們 好了 謝謝 好 好 好 這個 請請請請請請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應該只需要用終點在裡面 應該會用它這個性子 就是這個圖形 它任何兩個點的終點都要在裡面 應該會用它這個字 那你把其它跟S有交到裡面的字幕 疊在一起 那疊在一起都有交互 所以你會知道有一個交互 所以比如說有一個交互 這個體驗 這個像沒有 他請自己再說 這個字幕提供 來 下一個定義 我先來 多一齊 我可能是與到 就是要交的 沒有沒有 有什麼交的 有6個交的 有6個交的 沒辦法 寫過大家寫 口子證 總是要跟你們擺公司 可以當他們之後不用複製 不用複製我吧 我記得了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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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然後原本的縮小魚 然後原本的縮小魚 現在就是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有兩個 一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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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一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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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可以吧 我 我 給我 對 主要是 對 另外 這個 就是 像 一個 一個 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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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確定可以對這個地方來解釋 解釋詞後就把這代表解釋 解釋詞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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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到底把想得那麼複雜 來 怎麼講呢 你就講嘛 2分之c 就是我要的s 對不對 還在我們剛才的講法 2分之c裡面有兩個解釋的差距是一個格子 對不對 好 所以導致說呢 我存在兩個點在這裡面 那兩個點要講什麼樣子 當然就是 你要先拿兩個c裡面的點 所以換句話說 2分之x 跟 2分之y 是在這裡面 使得呢 2分之x 減加 2分之y 是一個格子點 對不對 滿足這個條件 那你想一下 什麼叫做 2分之x 減2分之y 它是不是2分之1的x 加上2分之1的-y 對不對 對吧 那這個是不是在c裡面 這個 有在c裡面 有嘛 因為中心對稱嘛 所以它在c裡面 所以它是兩個c裡面的點的終點 對吧 終點 那這個終點 當然在c裡面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點它又是格子點 又在c裡面 而且又不是0 好 又不是0 對不對 必須你告訴我們說 它不會是 就這樣 可以嗎 我沒有用到任何什麼東西 我只不過是把 2分之11裡面的點寫清楚 2分之1裡面的點就長這種樣子 x跟y是在c裡面 那它們相減是一個不是0的格子點 這我有了 可是它們相減又可以寫2分之1的x 加2分之1的-y 它-y也在c裡面 那c是負極 所以它就是-y跟x的終點 所以負極跟x的終點 就同時是一個格子點 也在c裡面 而且又不是0 所以c裡面有一個不是0的格子點 對吧 你真的要畫的主題也可以畫一下啦 但是我覺得沒有那麼快 對 它跟這個是一樣的 那這個人就是x跟y的全部 好不好 一樣的 沒有必要這樣講 好不好 好 這樣夠簡單嗎?可以嗎? 可以嗎? 我的目標是不是要證明 C裡面有一個不是0的分別 對吧? 那我的方法是說2分之C裡面會有兩個點 那兩個點的差距是一個不是0的分別 我只是把那個點重新詮釋成X跟-Y的重點 可是X跟-Y都在C裡面 因為C是重點對稱 所以重點當然還在C裡面 又是圖文 對不對? 所以這個點 就這個架果 這搭相同的這個人很吃飽 這都是一樣的 這個人他又在C裡面 又在爛打裡面 所以他是C裡面的格式 而且又不是0 就是我要的嘛 對吧? 好 來 大家再看個2分鐘 反正你看不懂 你回去再看一看就會懂了 那我們等一下要來講指數 可以寫成比方合那些次數 用這個 用這個 我們等下會用NITOX的定理來證明 除以4與1的指數可以寫成比方合 先花2分鐘大家呈現一下 好不好 我底下... 有機會 完成 TRAC 要讓大家感到成比 我做甚麼 請 accounts Just說 因為你要讓它面積還是要比一個盒子大 你長度縮小一半 它面積是縮小的 C是那個集合 意思就是把裡面的項量都縮小一半 二分之一的意思是把裡面的元素的項量 都往中間再縮小 這樣可以 來 有什麼問題 說說看 有問題把它問出來 我來解釋 有沒有什麼 任何問題 在我繼續下去之前 我們還有二十分鐘 全部都用 還有什麼問題啊 好 如果都沒有沒關係 你剛才聽不懂 有些地方細節還沒有跟上 沒有要記得它的叙述 會記得它的叙述 叙述應該很清楚吧 就是你有個盒子以後拿一個中心對象的突擊盒 這突擊盒只要體積 面積太大 它一定得要碰到別的格子點 原點以外的格子點 多大呢 只要它的面積比四倍的基本格子大 就要發生這種時期 那這個條件當然是需要的 因為你可以找到一個突擊 它的面積不到四倍的基本格子那麼大 比如說就是以原點為中心的話 那個格子把格子迷移到以原點為中心的地方 這個時候 那就看你們邊邊好了 因為邊邊的話就可能發生 它只有原點只有一個根 沒有其他格子點的狀態 可以嗎?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敘述記得囉 再談囉 好 把問題出來 弄什麼 然後你再講講可以 來 我弄最後 C裡面對不對 C是突擊對不對 突擊就是兩個點的連線都要在裡面對不對 好 現在我們回來證明 雖然是配馬的定理 但是以下這個證明基本上是 這個證明是從林托斯基的思想變來的 好 那這證明是這樣的 如果呢 P是一個 好嗎 那麼 G次數吧 up prime 好不好 存在呢 X跟Y屬於整數 使得P可以寫成X平方加Y平方 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 等價於 等價於 P除4是於1 可以嗎? 所以你說為什麼要幾次數 因為我只數只有一個就2嘛 2給減1加1 好 這樣 所以我不要講這件事情 好 那當然這一點我們已經會了 就是如果可以寫成平方合的話 那摩P一定是要除4於1的 可以嗎? 因為平方除4只有可能是0過1 它這個平方除4只會0過1 它有這個基礎 所以只能是10過01 所以加完之後除4只能1 可以嗎? 所以左邊非右邊 那個是同餘的簡單概念 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集中在證明 假設P除以4於1 那麼可以寫成兩個整座的平方合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證明 證明就是我只做這一邊 因為另外一邊你已經會了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的假設就是P除4比1 那因為P除4比1的關係 所以呢 我可以找得到一個整數 滿足什麼條件 P會整除 不是1平方加1嗎? 對不對? 可以嗎? 嗯 因為我們早上有講 我要問1平方 等於-1 摩P 有沒有解 那我們早上就是用那個什麼 的相對進口嗎? 對不對? 的相對進口告訴我說 如果你還記得 可以一下 早上我們用的這件事情 它是等於A的2分子P減14 這樣 摩P嘛 對不對? 所以你令A是-1 -1的情況 那你就發現-1P A跟-1的2分子P減14 一樣 那這個東西就是 1或-1啊 如果P除4是1的 對不對? 有這麼一回事 所以在我們的情況 在我們的情況沒有問題 在我們的情況表示 這個是1 它這個1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有解嘛 就是-1是某個東西的平方嘛 你就想這是Z的平方好 所以Z平方跟-1是摩P是同餘的 換句話說 Z平方加1會不會P整除 OK嗎? 等一下我後來講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去看這個Z 好不好? 其實這B不是神來一比 所以我就是要去找這個Z 不是 它其實反過來原來的 那等一下我們回來再分析一下 再來提問一下 可以嗎? 所以我找到那個Z 那個Z我就把它固定下來 它是一個數字 隨便找一個固定好 固定好之後呢 我要把下面再拉到下這樣 可以啊 要掉囉 反正你早上看過了 好 固定好之後呢 我考慮 一個格子 它是被某兩項量生成的 它兩項量呢 分別是P0跟Z1 可以嗎? 我現在有一個Z Z是某個數字 已經固定下來了 它的特性就是 平方加1以後會是P的倍數 那這個格子呢 它被兩個項量生成 一個是在X軸上有0 這裡有一個點叫B0嘛 對不對? 這其中一個項量 那另外的項量是Z1 它高度是1 Z不知道在哪裡 不管我隨便畫 亂畫一個好不好? 所以它冒出一個格子 所以我會有很多格子點 對吧? 因為都是亂畫的 所以真的畫得不太好 不好意思 這樣子吧 好 留一個格子點 可以嗎? 所以我現在圈起來就是一個爛的 沒有就叫爛的 沒有就叫爛的 接下來 我今天也有格子嘛 對不對? 請問這個格子的基本大小是 P乘1乘2 可不可以乘2 014點幾嘛 對不對? 就是P嘛 對不對? 底層高嘛 對不對? 這情況特別簡單 什麼都不用會 這個基本大小就是P嘛 對不對? 這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格子的基本大小 我知道就是P 大家就P 那接下來我要考慮 用米扣式定名 所以我有一個格子點以後 我下一個缺的就是一個中心對稱的突擊 對不對? 我們就看很簡單的突擊 因為以圓點為中心的圓 好不好? 好 凹選一個半徑 這個圓牌一定是個突擊嘛 對吧? 而且中心對稱哦 好 所以我們考慮呢 一個圓 一個圓牌 叫做C 這個C呢 它是 半徑我還沒選 我等我選給你看 它就是所有 裡面像的點 然後x乒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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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乓 這個R呢 等待會選 好 主B 我等待會選 B B Permine 好不好 R等待會選 我就選一個圓盤 所以你的心中的圖像就是 欸 這有基本格子 然後我現在考慮一個圓盤 圓盤就不畫出來一個圓盤 正圓盤 那如果我要用米托斯基定理 他告訴我說 這個圓盤的面積必須要大於4倍的格子嘛 對不對? 請問圓盤的面積多大? 至少4倍 用公式的話就是R一般開對不對? 那我要來講怎麼選這個好了 好不好? 我們呢 選這個R呢 使得它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就合成一個條件好了 就這個半徑的比方拍 它要大過4P嘛 對不對? 這個是為了要用米托斯基定理 就這個圓盤的大小比4倍的方塊 這個格子大 對不對? 然後呢 我還要故意的 讓它比2P還小 可以嗎? 這邊我等一下再解釋 那我先問你有沒有這種R 你覺得有沒有這種R? 有 有的原因是因為它比較大嘛 對不對? 所以一定有這種R嘛 它有沒有比它大? 有嘛 因為2P有比4大的 對吧? 所以一定有這種R嘛 就固定的這種R好不好? 我選定了 選定並且固定 選好並且固定 好不好 選定了一個綜號 所以我現在真的有圓盤喔 它的大小就不太用想了 那米托斯基定理高處是什麼? 高處我在這個圓盤裡面 除了圓點之外 定有一個格子點 定有一個格子點 自然而已 好 那我們把那個格子點寫出來好了 所以米托斯基定理高處 這件事情高處 左半段 告訴我 要是我說有一個格子點嗎? 請問格子點長什麼樣子? 是不是這兩個基本 這兩個向量的A貝跟B貝的組合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找得到 A跟B是整數喔 A貝的P0這個向量 加上B貝的ZT這個向量 必須要怎麼樣? 要在C裡面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圓盤C它必須要包含這兩個格子 這兩個向量加出來的某個點 那我假設它們不全為0嘛 因為我的米托斯基定理高處你說原點以外 那只要這兩個A跟B不是都是0的話 那加出來的東西一定是原點以外的東西嘛 對吧? 好 最後的關鍵 米托斯基定理已經用完了 有沒有? 給我拉掉 好 那麼我們就 非常有耐心的把這個條件寫出來 這個向量 分量我可以把它寫出來嘛 對不對? X分量是誰? AP加BZ 對不對? 就是說 那Y分量是什麼? B 正在C裡面喔 請問C是什麼? C是一個圓盤對不對? 其實圓盤 所以表示說AP加BZ 這是X座標 它的平方 加上Y座標的平方 應該要小於 小於 小於 好啦 小於等於 好 沒關係 小於等於R平方 對不對? 應該要這樣嘛 對吧? 可以嗎? 應該要爬上這件事 請問R平方 我現在要求它比2P還小 R平方拍比2P還小嗎? 所以這個數字是不是比2P小? 對吧? 可以嗎? 可以接受吧? 因為我的R是這樣子的 可以嗎? 然後呢 這個數字一定比0大吧 你同意嗎? 因為它是0的情況就是這兩個都要是0嘛 那我假設B不是0 或A不是0 對吧? 如果B不是0 那這當然是正的 如果B是0 那一定不是0嘛 這也是正的 對吧? 所以仔細的看 裡面這個數字這個整數喔 藉在0跟2P的中間 藉在0跟2P的中間喔 如果你在很仔細的把它展開 就把它展開 展開長什麼樣子? A平方 B平方 加上兩倍的APBZ 加上B平方Z平方對不對? Z平方加這個是不是Z平方加E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數字是P的倍數? 因為前面兩個項都是P的倍數 Z平方加E也會被P整除 這是我P開選的Z 對吧? 對吧? 這就是被P整除 對不對? 所以這個數字 它是一個界在0跟2P中間 又被P整除的角度 它只能是P囉 對吧? 所以它只能是P囉 所以P可不可以寫成兩個整座平方的 好 可以 對嗎? 好啦 當然我這是亂組的啦 就是說我沒有告訴你中間的想 它為什麼會想這一步驟 我就把過程寫給你看 然後你就會覺得 我怎麼這麼生氣可以這樣 但其實它去設定這些格子 有它的想法 那為什麼要設定這個格子? 好 還有它的想法 那為什麼要考慮圓盤? 對不對? 因為你的目的是要把P寫成 整數平方合嘛 所以你當然想問說有沒有一個點 裡面上的點 它的兩個坐標都是整數 然後它到圓點的距離平方 就真的是P嘛 那既然看距離平方 它去看圓盤是合理的 所以如果圓盤裡面有一個格子 那個點它的距離平方加起來 就是它到圓點的那個XY平方 X平方加Y平方 就是它的距離平方 都圓點的距離平方 如果這個數字 你可以說明它是一個整數 那個介質在0跟2排中間 當然就是考慮 那剩下的地方就是說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Z的考量 為什麼要考慮這個Z? 原因大概是這樣 原因是如果 好 這個是我們證完了 原因是說如果你反過來想 我萬一真的可以 把它寫成平方的樣子 如果真的發生這種事 假設發生這種事 那我把兩邊同時磨P 會得到什麼? 是不是得到X平方加Y平方 磨P是0對不對? 好 或者是用我們早先的語言 就可以寫成 或是我可以把它寫成X平方 磨P是-Y平方 對不對? 可以這樣寫 這是一樣的意思 那如果我們換成Z除以PZ的語言的話 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這個東西的平方 可以寫成-的這個東西的平方 對不對? 有這個意思 可是我現在看的X跟Y 它們兩個不會被P整出嘛 對不對? 所以表示這個X跟Y 它都必須要在這裡面 它是肯定的元素 可以嗎?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把這個式子兩邊同時乘上 Y的反元素 所以我把它乘上XY的反元素 乘過來它的平方是不是就是-1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要去看Z平方 好 這句話表示什麼? 這句話表示說 Y的反元素是某個元素嘛 那這整坨東西我把它寫成Z bar好了 可以嗎? 那我就必須要去看的是 Z bar平方要等於-1 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Z平方加D bar要等於0 可以嗎? 那這不就是說那個Z必須要是被 好 Z平方加1要被P整出 所以你需要那個Z 那那個Z的功能是什麼? 那個Z的功能是告訴你 你把那Z找出來之後 你的X呢就可以寫成 哎 我完全失敗 好啦 X可以寫成Y bar乘Z bar對不對? 不是把它乘回去嗎? 兩邊同時乘個Y回去 所以要告訴你說 這個X跟Y的關係應該是X-YZ 要被P整出 對吧? 我關鍵的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讓你有個感覺 就是X應該要寫成YZ加上P的MV對不對? 整數倍 這個地方就告訴你為什麼選那個格子 因為你選那個格子的時候 你的X做得要 會寫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寫得不好啦 這是Y對不對? 這是Y 所以它是YZ乘上某倍的P嘛 對不對?就是我那個地方寫的 所以為什麼會去考慮那個格子的原因 是因為你反過來想 你想真的有解的時候 那個Y跟Z可以是怎麼樣寫出來的? 那你發現真的硬把它寫出來以後 它的X一定要掌成YZ加PT的樣子 可以嗎? Y要是整數 所以我們把它整理一下好不好? 如果剛才寫到這邊 告訴我們說 如果X平方加Y平方等於P 如果X跟Y是整數 那麼你可以找到一個Z還有一個T 使得X可以等於YZ加PT對不對? 那這個點呢? XY就是什麼? XY就可以寫成 P0乘P加上Y倍的Z我可以上去對不對? 所以你發現你的點 一定可以寫成P0跟Z1的整七柱組合 OK嗎? 所以為什麼你一開始設定那個格子 為什麼拿這兩個相片來生成那個格子? 它不是亂湊的 就是說這麼好就剛好湊成這個樣子 還有它的想法 它是反過來想 反過來想說如果這個發生的話 那這個X一定要長成這種極狀 一定要長成極狀 OK嗎? 好 所以我們這樣的正部分 正部分就告訴你說 只要有P它是G值數